哎呀 怎么说呢 我大概的跟你们学学我这几次 五次被永逢吧 25次限制登陆 多次被请核查 我第一次核查也是上门来了 没经过这阵势 他妈把手机给摔了 我操他娘的 一开始来了一个车 来了上来三个警察 然后又他妈来了一个车 又上来两个警察 他给我拽去以后 我看他们五六个警察 第二次 到头一次转发是 加拿大一个女士 就说 反正也是那么有一段 不是出骗吧 就是像那个 就需要一段文字 第二次是 一个台湾人群里 台湾人群里他有台湾人 那个有个企业版微信 企业版微信里边有些 哎呀是那些东西吧 哎呀 我发完以后 我撤回来了 我操 照样 我一看群也封了 我的号也封了 完了 操 过了三四天 四五天 我第一次 北京喝茶是 转发了人民日报 看在了那个 路纯十大片哪去了 往中国各大报纸连转载 我就问 我说 这个算什么呀 对不对 我说报纸能转 为什么我不能转 简单的说 最后有一次 也是他们喝茶嘛 那一开始 他就说 哎呀我和大哥 你也不够面子 刚好你别玩这玩 别玩这玩 你看你怎么老玩 你发烧 你上班 那国宝又来呢 就安排活 哎呀 其实真是他妈呀 还有一次 是那什么 说了几句敏感话 这话可以跟大家学啊 这个没事 我说中国呀 千万不要再出现一个皇帝了 不要再出现一尊了 哎 给我请到那个 判施所 王景找我 做笔录嘛 我就问他 他说你这两个话 什么意思 我说这两个话 有毛病吗 有问题吗 他说我问你 你这两个话 什么意思 我就又访问他 我说我这两个话 有毛病吗 有问题吗 他说你要不说 我给你带走 上别人说 我上哪说 他敢跟你去 就就僵持 这么两个来回 彭班年轻的警察呢 就说了一句呢 也算给我一台阶 我说大哥 说你呀 协助的那个叫什么 呃 瞧这脑子说就忘 呃 想不起来了 这个叫什么 您协助一下 就这意思吧 好了我就 顺着才这下来 我说对 我忘了 我说我应该 协助你们 是吧 配合 配合一下 对 我说我应该 我说我应该 作为工人应该配合你们 我说那我告诉你 我说我这两个话 什么意思 我说第一句话呢 我说我说中国 为什么不要再有皇帝了 我说咱们的香港 澳门被隔壮 北京出现英法租界 是不是有皇帝的年代 我说这两个话 有问题吗 他没说 之后呢 他就又问我 你第二句 一尊你指的是谁 我说我指的是毛 我念的是名字 他当时就是 你精神啊 完了我马上补充了一句 我说现在咱们 习总处理都把他给否了 十年浩劫 有这话吧 这时候呢 气氛就晃他下来了 他就问我抽烟吗 会抽烟吗 我会抽 我这让抽吗 他说没事抽吧 就把烟点去抽烟 他说呢 他说大哥 您给写个保证书得吧 我说我这两句话给你解释了 我没问题啊 我说为什么还要写保证书 没有问题 我保证什么呀 他说大哥咱怎么办 我说您写就两句话 我说那行 第一句话是在网上聊天 敏感的字不打 第二句呢是敏感的话不说 简单说吧 写完了 千万字 就没事了 林总说了一句 我们也明白这了 另外我提醒你们啊 什么与人安全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你们的切记一句话 理解一句话 什么呢 我们在网上聊天啊 都是裸奔 大数据都在接着碰着 这个咱们所有的群 咱们先把解释了清楚 仨一群 俩一伙 三个人就是一群体 知道吧 群体做 火同 什么怎么着 对吧 你三个人进一个圈都被监控 知道吧 他那个电脑里都输入好了 敏感字 敏感语音 知道吧 你像我现在就严格的被控制 我去年年底 把我一个盗窃他人手机 别忘了啊 他妈的 你们听着可笑吗 他妈的 不说我是北京人 你外地人的话 我倒不是其实外地人啊 你外地人的话 还有人偷手机吗 对 我们都是裸奔 什么 根本他就是 不可能 也不知道 人说 咱们说这话 不想搭理你 就不想搭理你了 搭理你 哪句话 你都跑不了 你比如说 你一家组资 明天什么什么活动 活动 你老是这边去 老是什么老是 研究偷渡 草的风景号是清的 抓你照样 你问题是偷着手机 你上哪卖去 谁买呀 都是智能手机了 过去 说捡一个他妈的手机 这人心里边 这人的心里龌龊 爱便宜 还给人家说 跟人家要点钱 或者人家主动给你点钱 对吧 主动的单数啊 跟人家点钱 就是他妈跟捧瓷了 那过去有这事 那现在都是智能手机 甭说他妈我偷 我他妈捡 别说他妈逼 我他妈偷 我不偷 我他妈捡一手机 我都还给人家 碰上好人没准 那什么这样的人 得了给您200块钱 当然咱们也不要 就是这意思 是不是 还去偷手机 偷手机 你能使吗 我操 别惹他们 惹不起他们 知道吧 什么被消失 被这位 大家也不是不知道 是不是 给你知道一个晕打 错案有什么不可以 我现在别出声 出声 稍微一声一点 马上就他妈的那什么 就请我喝茶 我参加过一个平台 就是 塔山之尊 我不知道你听说没有 这个群主叫塔山 台湾人 他建了一个群 我一朋友过 邀请进了一个群 我听了听啊 全都是他们的 跟那几个老娘们 他们聊骚 老爷们一出声吧 那他们塔山 那群主就他们怼着 那老娘们就捧着他说 卧槽 跟他们见着 他们亲人似的 哎呦 他中国人这握手机 我也没必要再学了 看着没什么意思 我就把这球给晾到一边了 也没给他置顶 过了一段时间呢 我那个群主叫IDOL IDOL干嘛 就是说你进去 赞争时间了 大概三个来月吧 他说你怎么不出声啊 你表明你的立场啊 我当时挺客气的 为什么我没退了去吧 因为朋友邀请我进去 我一般的不愿意退出 觉得不好意思是吧 不跟人面子似的 现在想起来都没有必要啊 喜欢那群主 待会儿不喜欢就撤出去 我这我就很客气跟他说 我说我来柜群啊 是来学习的 我没有文化 我说我小学都没毕业 我说我来生命来 是提升自己的 结果这心中一怒之下呢 你小学毕业来 我这群干嘛 给他踢了 就给我踢出来了 就这么点事 完了之后呢 过了有很长时间吧 将近一年左右 上我们家来了八个警察 我操 后来我听听说 塔山被抓了 他是台湾人 在南方有个企业 后来他发表 什么不满言论什么的 把他厂子给封了 是没收了 这不太清楚啊 好多朋友啊 老是怀疑这句报你 那句报你的 反正我现在不敢否认啊 不管完全否认 有人举报 但是我还是坚信什么呢 就是说 你在这个发言的时候 有大数据监控你 尤其你是敏感人物的时候 你的语言啊 文字啊 只要触碰 他电脑里边 大数据里边 提前输入那些敏感词 字还有语音 那可能他就会转入 人工台来监控你 在审查你 我这听说 听一个在这个腾讯公司啊 工作过的一个小伙子 给介绍的 我觉得他说的挺可信的 这个人 他那网门挺长 叫斗笔什么什么 他介绍过这种情况 那时候我们也怀疑 就是什么有人举报什么之类的 咱们举一例子吧 就是说我头一日 最后一次 我去那个请我喝茶 当时来我们家 来了六个警察 两个穿着这个警服 两个穿 四个穿便服的 你们记着 穿警服的出现 一般没什么太大事 穿便服的来 那就是分局的了 或者是市局的了 一边打 如果市局下来 就是人命啊 如果分局的话呢 那就判断的 这较为敏感的问题了 分不出来 他是市局还是分局 你可以问呀 是吧 反正只要出现变异 就是穿便服的事情 就是有点升级 我那次上那个分局 是因为那什么呢 我是转发里头漫画 这个就不敢说了啊 记得的时候 他说 你这话 话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喜欢漫画啊 这没保险我 他说你有所指 我说我能指谁呀 是不是 我说也没什么文字 我说别的群里边 转发过来的 对吧 他说那个群呢 我说给删了 退出来了 好了 我们俩辩论这个问题 我说你不能把你的建计 强加也给我呀 你 我这一幅漫画 就能说明一个问题 这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说我有所指 那就是说你把你的建计 强加也给我了 你认为我所指 就是我所指吗 你如果用这个借口来拘留我 或者判我行 我说你是不是有点 过度执法了 当时他也没说什么 签了个 也是写了个保证书 签了个保证书还不算 还得写一保密协议 我说以前没有这个 怎么还写保密协议 我说什么内容 我说什么内容 我说就是那什么 别回去跟家里人说 这次你为什么请你 找你 找你 跟朋友什么的 多别说 我说行 我知道了 签了个字 就没事了 现在还有这么一箱 还要说一点 就是上次给我制造 那个盗接摊人手机这事 因为进号里之前 他允许你给家里打一电话 后来呢 我就给家里打了一电话 给我 姑爷打的 叫惯了 叫是我儿子 我说 那什么 我说我这几天回不去 我说在海南门局呢 他说那个 需要托人 我说不用 不用找人 他说那多长时间 我说14天 那次拘我14天 为什么住你14天呢 就是因为你 发表不大年呢 待了4天呢 我就回来了 我挺惊讶的 我说怎么待了4天就回来了 待了4天呢 我就回来了 我挺惊讶的 我说怎么待了4天就回来了 我这姑爷呀 找我一朋友姓杨 跟我特别好 比我小几岁 我姑爷脱离市局的人 这羊子呀 也脱离市局的人 我回来之后 那个 回到那天呢 我这姑爷接我 就跟那羊子 后来我还说 我说你怎么 你也来了 突然那姑爷找我去了 我一找了个人 问个问 我刚才跟你姑爷这聊天说呢 说我们得到的回复 都是一样的 刚才不是因为什么 倒戒手机 是因为他发表政治言论 我一听说 别说这些了 好日子好日子 干嘛找事 若是生非的 你说这事 这叫他们什么事 得了 这挺幸运的 外人挺幸运的 因为14天的居留 是非常危险的 有可能判刑的 15天都没事 可以干起 你 我操 你都退出那群了 还找你呢 反正是塔三 我那人我不太了解 但是我跟他供过一个群 他说过几句话 脚子那人说话 我有点 那个 挺冲那种 装逼吧 是吧 他比这个大陆人高一等 他们那边 咱们 咱们的群里有一个 有一个或者是几个的 那个群友 就现在还在咱们群呢 他们被核查 也是因为在塔三那个群 塔三他在大陆有没有企业 现在有没有企业 应该是没有了 塔三没被抓 塔三他回台湾了 他后来好像在大陆 他也不准备挣钱了 那公司 他就工厂 是什么玩意的 就就关了 关了他回台湾了 他们那次 他们那次那个被全群都被核查 是因为他们怎么捐款 好像是把给谁捐款 或者是他们组 把那个钱给某个人 组的一个什么活动 也不准备 这么样 喝的茶 那你都退群了 再喝茶 那你就不知道了 塔三把大陆人 这几个群友害得不清 他他妈的 带几个台湾 几个毛事没有啊 他组这些人 又是这个 那个 反正我 我是没来个群里 但是我听说了 咱的群里就有群友 就就有 当时在看群里 对 重生这位先生 是这样的 凡是进那个群里 都可能都请了 你看我这行吗 都给我请了 人家聊天 谈话 人家最后也挺不愉快的 我说 我都退出群了 而且我说 你们知道 我在群里说什么了 你有必要找我吗 他问我是谁 把我邀请进这个群的 我说早给忘了 你知道吧 他这一开始问我这群 是塔神之声 那个群什么的 我说你 网门叫什么 什么有一个群 叫塔神之声 你进去过 你在这里边 我当时给忘了 一会儿我想不起来了 我就想一想想 塔神 我现在是一群主 而且把我踢了 刚才我什么语言 你们听明白了吧 我是一直潜水 没说话 他挨着我 让我表明 我的态度和立场 我说我是个小学生 在几句话之后 给我踢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说你们有必要找我吗 一许你们去这么多警察 吓得我们家人什么事了 现在我们家人啊 都习以为常了 警察拍边找我们 我没别 我就是网络上的事 现在我也学乖了 也叫学游了 我进了最近的几个群啊 这个咱也甭提 什么群了 我也回聊天了 那要不我不说了 没必要 别提什么唤醒 这人醒不醒啊 靠与生俱来的悟性 一个没有悟性的民族 你打不醒 骂不醒 说不醒 你死都死不醒 死了一茬又一茬 他醒得了吗 因为他缺乏悟性 还缺乏更多的东西 知道吧 生来就是一个从重 就是一个盲从的人 知道吧 山呼万岁 他妈的逼的 不懂的思维 也不知道什么叫 思维的维度 模式都不懂 只会无意义的做别人的帮凶 就这样的民族还有救吗 有几乎什么希望啊 还能不能唤醒谁啊 醒了 醒了 醒了的人还有一个高度的问题呢 你醒到什么程度 对不对啊 你 我恨你 我 我恨你 那也叫醒了 我恨你恨得咬牙气死 那叫我彻底的了解你了 对不对 还有一个认知的问题 是不是 所以说现在呀 不聊天了 聊到别耐心 有那些都是聊着聊 又聊回来 又又该被醒了 没必要 是不是 跟这待一待 好的话 待几个小时 那我待他们24小时 没事给你放过来 有事给你送进去了 你干嘛 图和笔呢 是不是 Professor 的 啊 。 Has